好 刚刚讲到这个吕玉玲的部分 我们也打电话给吕玉玲 也传简讯跟她的这个办公室联络 结果我们的这个幕僚呢 制作单位跟这个吕玉玲接上电话了 但是她听来 听到我们的来意之后呢 就把电话挂了 她也没有说 也不愿意来上我们的节目 也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刻画 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那我们也只能够呢 来我们再来听听看 就是检举她去这个送米酒 听说来送便当 也请客的也是她的对手 张兆良 张议远 好 大家好 我想说大家知道 国民党选举 他是不会选就不会选 国民党选举大家看这 KMT不会选就不会选 那大家在荧幕上看到 那右边那荧幕 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区内 一个差不多全乡 有大概一千多个林长的一个聚会 他这个米酒 他他的米酒能大量的买 就算那叶委员 他立法委员才有办法大量的买 一次买都整卡车 整卡车买 他还贴着这个爱以信任 叫大家这样一瓶瓶 上面这是他贴的吗 他贴的 他贴的 这原品 他贴的 对对对对 因为呂玉玲的竞选总部 认定这不是送米酒 他们说这是一个文宣 这是个文宣 我跟大家讲这文宣 我另外再拿给他看 这个是文宣 这是文宣 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 他他这长期来四年来都送 他有专属 这个馒头 这个袋子 这装了装了五颗馒头 在里面 说明差不多三十块 这个大家看 送馒头 还蛮贴心 这袋袋 但是主持人 我现在讲说 我们我们 我今天来这节目是说 这叫什么 累积式的会选 早上比如说早上早起会 大家早上早起会跳舞 他就馒头就就就拿给你了 张宇媛每次送一点 每次然后到中午 到中午可能叫林长或里长 他他开个座堂会 十点多了 他就发了 馒头就发给你了 然后几个人讲话讲一讲 然后就十一点就送便当 那个那个场景送便当 便当又送给他 便当拿着带回家 出在门口又米酒又一瓶 所以玩家睡觉有钱 红标米酒吗 买一瓶加米酒已经早就超过 所以我今天我就说 今天我来政经县 比如说我们的地检署 台湾地检署都睡着了 真的都睡着 我曾经跟他检举过很多次 这叫累积式的会选 他每件说这个三十块 我问过他 这没有立法委没办法大量买 他整卡车整卡车 拖车拖车在买 买来 红标米酒现在是这样 我们一般这个贴着 立法委到底多少钱 这个他大量买 米酒的定价 市售那是四五十块 但他大量买不到多少钱 我今天来节目是说 他这个叫累积式的会选 整个我的选区 凭政隆南这选区 给这个米酒跟这个馒头 已经铺了好几层 都已经铺了好几层了 你看这种场合 我带着助学员在这种场合 他这个他这个整个 那个米酒那箱子堆的比箱子 人海高这样子 我在旁边讲出来 真的是我们在旁边只是 只是发面只发个文宣 在旁边又是便当又是米酒 我们候选人就觉得说在那种场合 阿彪好像说 你也准备择我的东西 我就说就像欧老师讲的 我就是不弄这个 因为弄这个我们也比不上 你比了这一场 你下一场怎么办 这一场十一点比完 下午三点他又一场 五点又一场 都是这样累积时的 那个赵篮议员 你就跟那些选民讲说 来支持张照良的 请到那边去领米酒 我说大家 我是说 我说主持人 我是觉得说 我们客家 因为平正龙坛一半的客家家 客家家人都重感情 对对 咖啡 重感情 给人家请客吃一餐饭 有时候好几年都还记得 拿人家的东西不投票 我觉得说重感情 没有 结果为了吃米酒 吃饅頭 真的把台湾的民主都吃掉了 我觉得说 不要因为这样子 吃米酒 吃饅頭 把台湾的民主意涵 真正的价值都吃掉 所以我常常一直跟我们的选民讲说 真的 我也跟勇宜跟大家讲说 不要不要发生这样这样的事情 那他当然他也回应 他他跟回应讲说 我这文宣品 那我也不讳言 我自己是候选人 我这个 我去这个这个彰化 一包大概九块钱 这文宣品 但是我我顶多就是这样子 三个人三合一 但是他也说 你也有什么东西 我就是这个高口 所以我就我就 我就顶多这样子 这跟人家说这长寿面 我也想说我有上这个高口 我这边查出来了 你那个不到三十块 对不对 我这九块钱 我跟你讲 我如果是红标米酒的话 是四五十块 没有错 但是料理米酒果然二十七块 我我觉得说 我觉得说 我今天讲的意思就是 这是一种是累积式的会选 他就是你来我就给你送饅頭 就是早上同样是妈妈们 早上跳五六点就送饅頭 旅游也送饅頭 送完饅頭以后 然后就跟你到中午来 甚至同一群人 他又跟你送便当 然后继续又跟你送米酒 我觉得这种行为 是不是说我们地宣署检察长教授 有我们的新的国会 针对这种东西是不是应该有相关利的法令 其实检察长没有说三十块就要三十块以上才要会选 对对对 甚至三十块以下 刚刚我们看到三十块以下 因为你集体影响 他说认定合不合理 集体投票选民的意思了嘛 我觉得说这种东西 觉得说真的 真的是 真的是说很大应用 当然我曾经去上个别的台 他说我们台北市都不会这样子 台北市是台北市 我们这种桃园 甚至其他的这种情况 真的是 尤其我们客家乡亲 他在这一套 我常常在选民说 赵良你今天座谈会 你到底送什么东西 我就跟他说我们没有东西送 人都送多少多少 你怎么都不送 要选举你又不送东西 我觉得说这种选丰 真的是要端正 所以说台湾这次我们桃园 桃园已经连续八年都挂蛋 当然希望这一次 真的希望说我们能够端正选丰 台湾的民主不要被馒头被米酒吃掉 希望说我们能够逆转身 因为我们通常很逃避 已经逃避 已经连续两年都是挂蛋 希望这一次不要因为这种东西 所以你告发的时候 他要去举证说 这个馒头一颗不到六块钱 他要举证出说 这个馒头的成本要多少钱 或说他这一大袋 他也说 检察官也问过他 说是买在三十块以下 我刚才讲这是一种累积式的汇钱 从早二十四小时都在送 真的 其实我觉得这很简单 可以告诉桃园地检署 朱兆良检察长 朱兆明 朱兆明检察长 你呢就告诉他说 来我们桃园地检署 每天跟你买这个一个五块钱的这个馒头 请你做来供应给我 我觉得照良讲是 这么好的供应商 对的 就是说汇选其实这是一种 就是说累积式的汇选 就是他每次送点小东西 送点小东西 其实他累积起来也是一个相当足以 或者是影响 或者是改变这个候选人的一个投票意愿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台湾查查汇选 要彻底的改变 不要被这个条文的本身的这种 这种苛咎给线索 要去看看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把它放在全世界的民主选举当中 是不是一个有爱观瞻的事实 那刚刚照良也讲到 我作为一个客家装 我有时候觉得 我有时候觉得很难过 因为坊间都认为说客家装是用钱可以买得动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客家人是极大的侮辱 这一次要改变 彭老师这一次希望这一次能够改变 包括新竹苗栗 希望这一次能够就说能够有所改变 因为大家知道国民党卖了党产 像我们大家知道每个立法委员 红袖座发了一次三百万 然后又说马银九那个朱利云上来又发一次 都发了很多钱 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实际的证据 绝对都是有补助他了 那补助了那么多钱 那些里长也会说 你拿这么多钱 是不是应该做棠会 有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的情形 我甚至在讲我们的里长 一个里长他可以叫六七台车 什么志工去旅游都不用钱 我去送旅游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候选那边 他脸色铁青 一整天去旅游 然后到晚上回来还有吃饭都不用钱 那个每个里长都帮他办 像这种东西 我也跟检察长讲 对不对 有一天我上其他友台节目 那个国民党候选 你就赶紧勇于检举 有啊我们都检举啊 有五十几件 可是到选举前 也没有任何搜索的行动 也没有任何怎么样 我是希望说剩下最后的十七天而已 真的要端正选丰 真的要端正选丰 这样才能够扭曲 我们台湾的民主价值 不要因为这些东西 但这都很难认定 因为法务部长陈天来 那个时候订出 不管是文宣品啊 小礼品啊 这个上限就是三十块钱 所以好像大家都认为 三十块以下的就没有问题 但现在赵老师 你所提出来的 可能就是在这个最高法院 他这边所做的一个决议 因为综合社会价值观 对综合社会价值观 他说行为者只要达成 使这个选民投票给特定人士 为目的 而把这个礼品交付给 这些有投票权的选民 就可以认定为惠雪 那这事还蛮严重的 对对对 这个事件 不 我那我觉得这个 呂玉玲也不是一无四处 你看至少他很体贴嘛 有米酒之后 还送个饅頭 还有便当 你喝米酒的时候 那份的钱更良善 开流水席 而且我觉得她说 那个呂玉玲竟然说 这个米酒 她说这个是文宣 我觉得这是这个是最新型的文宣 这馒头也是文宣吗 不要说这个料理米酒不到三十块 即便是红标直接喝的 刚经约说的四五十块 即便是五十块 他也说没有啊 我这个文宣 而且这个文宣是怎样 你整瓶喝完了又人茫茫的嘛 那文宣你自己想象就对 那你想你不一定想到吕玉玲 你也可能想到张少良所以这个虽然我认为是仁章俱货 可是要做呈堂证供弄上去 他因为他说这是新型态的文宣 那你看国民党一向就是这么搞 他为什么敢这样 像刚刚新竹的那个餐会 那明明是明目张胆 毫不避讳 第一个现场去的人就讲这个是不用钱的 吃免钱的 第二个其他他再说什么 我们有多少议员都去 没有用 其他议员没有要选嘛 这一现在没有要选立委啊 不是吗 那就是你这一位郑先生 就你直接就是候选人嘛 那么另外第三点他们说感恩 导致这一句话我接受了 他说感恩仓会嘛 他说感恩乡亲人 所以请乡亲请客吃饭 这刚好而已而已就对了 但是为什么敢这样做 因为国民党断定这个没事 他们这个事先一定都是先模拟好 照说啊这样子的影片 而且当天其他候选人没有受邀 也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到现场 对 然后欧教授去还被赶走 那所以这个很清楚 就是为特定这一位正姓候选人办的 但是为什么敢这样 我觉得他们法律的推演都推好了 否则照这样子的影片 不但仁章俱获 这个如果选完不信他当选 这个应该是当选无效 非常清楚的 当选无效 其实因为讲了这个部分 就是说OK 人证物证包括餐会 或是刚刚照良的包子米酒 其实我也不相信选民这么好收买 我最近也跟几个就是国民党 不过郁珍乡下很多人会觉得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台湾人善良 客家人善良 然后客家人对于这些送人情 我跟你说我也见过 我也见过像有一个候选人 他说每次办这个造势活动的时候 来了三千人 他准备餐都准备五千份 然后连路边所有附近的人都来 可是那一场开下来的票不到两百票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也有 可是我现在比较忧心的是什么 因为最近我们在看到国民党卖党产之后 有几个地方的立委的民调发生了变化 就是那个有几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想这几个地方的选民 也要拜托大家多注意 就是说其实周遭是不是有人 真的开始拿两千三千 两千 我听到的行情是两千三千 第一个是彰化 在哪里 彰化 是不是入港区 你看到那一天包括什么白鸿森 卓博元什么这些人都赞成一排 有没有 其实大家在那边点招 点招 点招就说大家开始行动 那第二个是桃园 桃园我知道已经开始动了 因为最近有明显的一些民调上的松动 这是桃园比较危险的 这个LINE有在讲说 我们桃园已经有一区已经在买票了 已经开始撒钱了 桃园有六个选区 那个LINE怎么写的呢 他就是说这个我们乡下社区 做生意的已经有说 这个某个党的立委已经在买票了 就是说现在就还是说 现在看看民进党要怎么宣打 对 民进党要宣打 所以这个很明显 我们有一个选区 很明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大家 jumpa 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